现在带大家来看看电影相关的新闻了 郭富城最近好像又有新作品要加入了 而且这一次呢又是要演 也不能说又是啦 但就是系列电影扫读真的超夯的 而且我自己很感兴趣是 原来他们三个完全没有合作过 是第一次了 而且诚诚哥今年要罢评了 没错 会不会作品太多了 有点太多 是而且都很好体力的呦 对啊 而且他这一次好像就是演独销的手下 古天乐不用讲 大家如果在看广片的时候 他真的是骗亮王 就是大概一年好几百部都看到古天乐 诚诚哥现在应该后来居上了 在赶进独了 对 所以这一次好像是扫毒山 然后就是在讲说他们在贩毒啊 被查然后逃亡金三角这样子 其实这种弃毒或是这种刑警警匪片 香港都是很热门很好卖 是广片的专门啊 对啊 不过呢 这次扫毒山 除了有大家爱看的这个动作场面之外 还有加入一些人性挣扎的元素 还有探讨这个善恶的这个边界 就是这个题材其实 虽然是有动作也有就是人性的部分 让人家蛮期待的 而且扫毒系列不用多说 就是已经是 你知道吗 真的有口接杯 是第一步就已经获得就是19个奖项还有提名了 那第二步呢是突破13.12亿的这个票房记录 那这次第三步要上映当然就是不能就是乱拍啊 就是投资近3亿的就是你知道高规格的来制作让大家就是更期待他暑假来上映了 其实今年真的还蛮多港片的 对 所以像晨晨她之前那个风在起尸 现在好像应该还有一些戏院友在热映当中 然后还有我们的郑秀文的这个流水落花也是在热映当中 我们先来介绍这一部好了 其实这部还蛮多香港影评人甚至台湾影评人觉得 诶 郑秀文有一个不一样的表现了 他这个电影其实就在讲寄养家庭啦 所以郑秀文就是饰演寄养家庭的妈妈 而且剧本啊就非常的平时不单情 所以就是在讲他跟七个寄养孩童之间的感情 而且我查了一下其实这一部他有哪 呃有入围金像奖影后 有入围啦 但好像那个 但好像是另外一个 跟他兼而过嘛 对没错 但反而是香港电影评论学会有拿到女主角奖这样子 所以大家说感情是拿捏得宜 那郭富城的这一部《风在起始》 我们交给郁文跟大家介绍好了 不用说吧 因为这次陈诚哥呢 双影帝跟这个梁朝伟来合作 也是让大家很意外 原来两个人没有合作过 他也没合作过 请问郭富城一帮你自己都是谁合作 他可能就是你知道都是自己就是独当的 因为一个人就够了 那要说到这个《风在起始》呢 陈诚哥在里面有非常多突破的演出 除了有非常就是你知道很激情的床戏之外 因为他里面是演一个有毒影的人 所以就为了要诠释呢 包括说要浑身战斗啊翻白眼等等的 还为了就是去揣摩这个戒毒的样子呢 看了纪录片来学习 就是做了非常多的功课 就可以看到陈诚的另外一面了 是 但应该看到好身材吧 竟然有床戏的部分 一定是也也是要养眼一下 对 但陈诚如果说他要片量多的话 我们就不能不提红金宝 很多人看他电影长大的吧 演就是赢不了了 对啊 好像子音怎么可以说看 看他 我得罪了谁 好啦也是啦 人家就是金宝大哥已经71岁了 还拿了这个亚洲电影奖的终身成就奖 查了一下他记录真的相当的辉煌 难怪可以拿到终身成就奖 当过演员导演编剧动作指导 还成立洪加班等等的 然后还拿了好多个奖项啊 所以其实洪金宝他一开始是 是从这个金剧名林渊丹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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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丹 然后他是七小福大师兄 所以在里面就学会了唱面作打这样子 那其实我还查了一下 他那时候自导自演的电影就有拿到了 哦对就是提防消守 这边 有拿到金像奖真的是蛮厉害的 早就已经是影帝了 对啊 然后你看又开创了林幻惊悚的这个喜剧等等的 是 洪金宝大家想到他一定就是武打 武打最经典的又是什么电影 叶问了 叶问不用多说吧 那时候拿下这个金马奖的这个最佳动作设计的这个大奖 还有他在五福星系列的演出 一定是资深港片迷不会就是错过的经典作品 没错经典不过了 但是最近好像有一个跟港 呃喜剧片港星有点相关的人 也是一个热门话题人物了 冯翠凡 哇真的是语出惊人啊 真的是很真性情愿 没错 因为我那天有在现场 我不在现场 但是我看到那个新闻片段播出的时候 我想说嗯对就是每个人到了不同年龄 可能对一些就是自己的一些事业有不同的想法 对确实 主要就是冯翠凡啦 他就是大家对他一下就是相叫你个拔辣嘛 对啊那些电影其实都是跟王智英合作 那他就是突然语出惊人的时候 王智英你这个叉叉叉叉 这样子 对不要骂了 没错来看一下当天到底是怎么说的 觉得过往拍港片喜剧是自己的黑历史 香港演员冯翠凡定居台湾三十多年 决定付出回归大一幕 21号出席电影开进记者会语出惊人 这个王智这个 他害得很多人很惨 他拍戏拍得太离谱了 就是这段话朝香港导演王智开炮 虽然没有明确讲出过往有什么不愉快 但说自己演的就是闹剧 双方战火一触即发 被殖民道姓的王智英发文回击 王智英po出自编自导金庄追女仔 冯翠凡飞二整的画面 更写下中国台湾是个奇怪的地方 很多人去了之后水土不服头脑混乱 开酸之前有个姓骁的自以为是灯神 再来姓杜的以为是石神 现在又有姓冯的患上被害妄想症 王智不只向冯翠凡还一起暗酸演员杜问泽 跟媒体人肖若元 但三人都没对文章回应 只是确实过去冯翠凡演了不少王智指导的作品 像是1987年的金庄追女仔 冯翠凡饰演修车厂老板 员工包含周润发陈百祥曾志伟 当时电影票房2172万港币 折合台币8000多万 还有这部港片影迷也一定看过 虽然冯翠凡说自己拍了很多烂片 但不可否认最佳损友系列让大家印象深刻 如今曾经的拍片战友多年后却反目成仇 TV边新闻张家宝时运天台被报导 好我太认真了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我刚刚被她这个大豪宅给震折住了 黄生衣她其实以前是潜心女郎 她是中心池公夫对 她这个女主角 很漂亮之外我觉得她家更漂亮 我好想参观哦 我可以理解为什么慈应该会愣住 因为呢其实这个黄胜衣 她之前在综艺节目的时候 其实有曝光过自己的豪宅一角 不过这次杨子就是她的富豪老公 带着就是网红去参观 里面更是就是惊人到不惜 不得了 除了标配那个吊灯 吊灯没错 怎么会家里面会有红炭 是每天都可以颁奖的那种概念是不是 然后包括这古董啊 很多就是装饰品很惊人之外呢 里面这个饭厅有一个非常大的圆桌 这个圆桌可以坐20个人以下 真的超扯 你能想象吗 你坐在那圆桌就跟你肯定要喊了 你在跟对面的人讲话这样子 但是你会觉得这圆桌是不是太浮夸了 不过杨子说 我们家是四代同堂的 这个只能坐到三代而已 不够坐 对真的是这样子 所以就是有钱人的世界真的是 我真的是不理解 而且说真的 我住在浙江了 我只是要喝个汤 我转那个转盘了 不知道转多久 茨茵你就错了 怎么了 有钱人的世界 你觉得有可能这样转吗 那就帮你一道一道上了 对 难怪我现在还在这儿 人家就会当少奶奶了 对 我查了一下其实杨子 他真的算富二代吧 他就是一个是个 中国巨力集团的副董事长 而且他只身家个人资产 10亿人民币 好啦你10亿人民币 这真的是冰山一角 那个零头分我们就可以 我觉得可以 对如果调分他要换的话 可以放在我家 对 我家在香港我也不知道 对 好 接着也是好久不见的温碧霞了 对啊最近在香港就是 因为香港最近好像解除口罩 153月1号 对啊对啊 所以大家就有在这个街头看到 温碧霞出现了 而且好亲民哦 来者不拒 大家跟他合照什么都可以 那为什么他会在香港街头上呢 就是不老女神在这个口罩禁令解除之后 马上就到我们装环来逛街了 那其实还蛮大方的 就是也没有特别做遮掩 那对于刚刚就是 慈欣有说嘛 对粉丝的要求来者不拒 重点是56岁的温碧霞 56岁哦 大家又要被这个年龄给惊呆了 对啊 就是保养的真的是非常的好 完全没有看出这个岁月的痕迹 而且身材也好好哦 脸也好小哦 那女明星到底是不是不让人活呢 对没错 每次在报这些娱乐新闻 都会觉得说 不愧是当女明星的料啦 等下晚餐都不敢多吃了 不敢吃了不敢吃了 直接上健身房了 是 那接着哇他也是 是不是女星是不是 就是套这种方式来维持身材 原来是林伟钧 最近去考到这个瑜伽的执照 是不是 对 斜杠当起的这个瑜伽老师 那其实他六年前就开始参加 就是瑜伽相关的课程 那也是透过就是瑜伽呢 其实是有点就是缓解了自己 就是恐慌症的状况 那现在就是哇已经很有架势 就是你看他教这上百人的课程 也是非常有架势的瑜伽老师的感觉 对啊说到林伟钧 还是对印象就是在 偶像剧比较多 阿拉鲜石 对也是 对那我们来看看他是如何保养他的好身材 今天台语歌在瑜伽教室响起戏剧女神林伟钧跟着音乐挥洒汗水 两个小时前才教所以大家都就是最新鲜的 对啊所以他看我出错很多 半小时内关流瑜伽培训课 是韩艺德籍老师金勇舞首次来台开设 结合呼吸动作音乐节拍 让林伟钧大大释放情绪 上完课会让我觉得 对就是那个压抑的感觉松掉了 脚好身材没有一点坠肉 热爱运动的林伟钧五六年前开始接触瑜伽 还考到RYS200小时国际课程培训证照 那到后隔了一年才教课 因为当老师没这么容易 工作人员你不会有压力 但教课就是下面的学生等着你告诉他们要做什么 你的动作要标准要完美 种种就是紧张到就是我上课之前 就是都听得到我自己的心跳声 然后紧张到就是都快要去厕所吐的那种 根据体育书统计去年国人运动人口 伸展操皮拉提斯瑜伽等占了6.6% 林伟钧减少拍戏量从恐慌症渐渐找回专注力 也吸引大批粉丝慕名当学生 固定在瑜伽教室开课 对于感情生活相当佛系 希望透过瑜伽能量追求心灵富足 TVBS新闻文周玉峰蔡明珠宏一带报道 哇我发现瑜伽其实很难 我本来有想要学 我觉得我一定是肢体肢脏 因为他看起来是一个就是很缓和的运动 真的不是一般人可以简单做到 对啊难怪真的练瑜伽身材都很好 汤维要练一下吗 没有啦 怎么可以这样子 没有 主要是他最近被捕获野生汤维 但是我觉得网友真的是可以笔下留情一点啦 人家可能就是素颜出去吃个东西就要被说面容憔悴 怎么这样子 你知道我们每周都会更新这种女星被野生捕获 然后被网友攻击 我想我如果是女明星的话我应该就不敢出门 不然就出门我一定要全装这样 真的耶 不然就会被骂这样 对啊我就指示他去吃个什么是吃披萨 是 对啊 人家我只要素颜好好吃饭不行吗 对但汤维近期不止这个面容受到讨论 他跟他的韩吉导演老公呢 先前有传出这个分居的消息 他当时呢是回应说 哎他回到中国会就是安个舒服的家 然后好好享受生活 被人家意测说 哎你这样是默认了吗 不过呢他后来是有来澄清说 其实跟老公是非常幸福的 嗯对啊 而且好像因为他其实韩国老公是导演嘛 是 所以最近好像还有一起合作 还帮他电影配音 好像也可以期待一下 对啊 人家婚姻生活很幸福的 对啊 而且汤维之前那个分手的决心 是也蛮好看的 人家拿到影后 没错 就还是有演技实力在的 就好好祝福他们啦 没错 好那最后 如果大家觉得 我可能今天还想要得知 更多的一些娱乐消息 欢迎大家来扫QR Code 是赶快加入TVBS娱乐头条的官方LINE 让你娱乐新闻不露尖 好的就等你扫QR Code 那我们就下星期见咯 拜拜 拜拜 想扩大国际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